今天我们开启一本新书,日本佛教僧侣,草涕龙顺的佛系,如何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这本书汇聚了草涕龙顺多年佛教理论研究成果,例至潜移默化,引导读者,净化心灵,拥抱快乐。 全书分为六章,对佛系人生进行了重新解读,将不可避免的烦恼、思考、情绪、处事、竞争等方面通通赋予了新的内涵,倡导将实用性佛教本质运用到生活各个角落。 你口中的佛系不是丧,是三分调侃和七分从容的自我消解。 真正的佛系人生也不是消极逃避,而是将合理欲望转换为内在能量。 面对社会压力,人际关系带来的苦恼,我们应该如何佛系应对,如何坦率主动地满足合理欲望。 让我们跟随作者去书中寻找答案吧。 每一天,从睁开眼睛的一刻起,伴随着忙忙碌碌,大量的思绪会争先恐后涌上心头。 在佛教领域,这些统称为心灵的反应。 比如,早晨上班乘公交车时被挤到快要窒息,我们一定禁不住感叹,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呢? 这就是心灵郁闷的反应。 到了公司,领导已经坐定,等待你汇报方案,你颤抖着拿出电脑,暗暗给自己打气,加油,一定不能搞砸了。 这是心灵不安和紧张的反应。 忙了一天回到家,准备洗个热水澡放松一下,结果热水器出了故障,你修理了一番仍然没有解决。 眼看热水澡愿望即将泡汤,心情颇为不爽,你也许会抱怨。 讨厌的热水器故意和我作对呀,这就是心灵愤怒的反应。 所以,无论我们身处何种环境,心灵总会给予各种各样的反应。 对不开心的郁节,介意别人的评价,担心自己说错了话,对无法控制事件感到焦虑,而伴随着这些郁闷、不安、焦虑的堆积,烦恼自然而然在心中扎根。 很多时候,烦恼的理由一目了然,遇到了厌烦的事情,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常常遇到不清不楚,非条件反射的苦闷,让我们心生迷惑。 比如你经常看办公室的同事不顺眼,即便他并会冒犯你,但他的一言一行,你都觉得讨厌。 或者某个亲戚来家里做客,你们之前并没有打过什么交道,但总是有意无意地与他保持距离。 而这时候,你常常安慰自己,不要想太多,对身体不好,多想想快乐的事情。 但下次遇到同事或者亲戚,你的心理调试轻刻瓦解,又会继续看他不顺眼。 在佛陀的眼中,这些看似找不到根源的痛苦之所以产生,不外乎不停追求快感的所求之心。 所求之心也可以解释为,不断索取,总是感到饥渴,无法满足的心。 它带来的欲望,我们被欲望动摇,产生心灵的反应。 当欲望被满足时,我们会快乐,而当欲望没有达成目标,我们会产生不满情绪。 当我们用人心永远都在所求的真相来看待不顺眼的境遇,就知道自己莫名的不满意,其实都是无形的内在要求导致的。 比如看不惯并不熟悉的同事,可能是你心里十分想和他成为朋友,但他选择与别人若络,而忽视了你。 而选择回避亲戚,可能是他总是自说自话,完全不在乎你的感受。 佛陀说,所求之心就像洪水,促使欲望化成激流,让我们的心随之动摇,欲罢不能地深陷欲望的沼泽。 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千语千询》就用天马行空的想象为读者展示了欲望和贪婪。 影片讲述了千询一家,搬家途中和父母误入了另一个世界。 面对着满桌的美食,父母禁不住诱惑大快朵衣,无论千询如何劝说,沉浸美食欲望中的父母完全视若无睹。 他们忘记了此行的目的,在贪婪的支配下,只剩下机械性的进食,最终因为欲望,千询的父母变成了两头猪,被妖怪赶进了猪圈。 为了救父母,千询留在了这个世界打工,结识了五脸男。 五脸男在这个世界很不受人待见,但因为五脸男会将泥土变成金子,于是整个屋的侍从们开始争先恐后地讨好他。 连一贯看他不顺眼的汤婆婆都主动奉上美味佳肴。 金子洒落一地时,立即遭众人哄抢,满屏画面呈现出浓浓的金钱欲望。 佛陀将欲望划分为七类,包括生存欲,睡眠欲,食欲,性欲,懒惰欲,感乐欲和承认欲。 除了千语千询中表达的对美食和金钱的狂热之外,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最切实的欲望是承认欲,即希望得到认可的欲望。 这也是人类区别动物所特有的欲望。 我们都不是独立的个体,我们总在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在千丝万缕的关系网中,我们总希望自己能得到关注与喜爱。 从小时候希望父母给予更多关怀的朴素想法开始,到上学时希望受到老师表扬的自我意识。 再到成年后,希望从事体面,受人尊重的工作的优越感,承认欲贯穿了我们一生。 承认欲激发了我们的嫉妒心,攀比心。 而且反过来看,如果被认可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又非常容易产生类似于我就是个没用的人的自卑感。 所以当我们陷入在意别人看法,热衷攀比,情绪激烈起伏的漩涡之中,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是我们的承认欲在作祟。 只有懂得这是所求之心的原始反应,理解存在及存在的事实,避免把自己当成欲望的怪兽,最后才可能冷静地思考,我努力想要得到大家的认可,有什么意义呢? 面对痛苦,我们总希望采取对策,尽最大努力改善现状,但无论你是身居高位还是学富武车,事与愿违的烦恼总会伴随你左右。 佛陀将人生体验中的烦恼进行了归类,总结为八种痛苦,生老病死。 遇见讨厌的人,必须和相爱的人分离,所期望的事物无法得到,心灵不得自由。 佛陀总结的八苦,向我们传达了一个理念,生存本身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学会正视,矛盾和烦恼都会如影随形,伴随一生的现实,承认生活中不满,痛苦的存在,这才是佛教告诉我们的真谛。 正因为烦恼通过对策无法完全消除,我们才需要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更加合理的思考方式。 对于这一点,佛陀给出了减要的处方,即避免不必要的心灵反应。 这并不是我们要对消极情绪隐忍和无视,而是要学会从一开始就尝试将不必要的反应去除,给心灵减轻负担。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烦恼存在的事实,我们不是要抛弃烦恼,而是尝试尊重它。 告诉自己,我今天所有的不如意都是真实存在的,并不会随着简单进行的自我安慰就消失不见。 其次,我们需要理解烦恼产生的原因,可能是我过分在意别人的眼光,也可能是我对事情的执着,舍不得放手。 如果不容易得到答案,可以选择坐禅或者内观冥想的修行方法,正视内心,帮助自己看清痛苦。 最后,尝试实践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包括不进行多余的判断,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改掉争强好胜的性格,不因为负面情绪而痛苦等等,都将会在接下来的领读中一一讲述。 我们了解了烦恼来源于心灵的反应,欲望就像激流,让我们的心随之摇摆,以及面对人生的痛苦,尝试练习内心不必要的反应,因为执念让我们倍感痛苦。 苦恼能够转化为其他能量吗?我们又该如何审视内心来消除妄想呢? 我们来探讨,审视内心超越烦恼。 因为所求之心,我们遇见烦恼,因为执念,我们倍感痛苦。 那么,苦恼能够转化为其他能量吗?我们又该如何审视内心来消除妄想呢? 在佛教领域,有三读的概念,即贪、称、吃。 整换为现代语言,就是人类的三道烦恼,分别对应着贪欲、愤怒和妄想。 其中,贪欲代表被欲望驱使,愤怒代表对现实不满,而妄想是指在头脑中不明确构建某个事物的状态。 简单来说,就是心里装了好多事情,很难集中精力做好当前的事情。 妄想可以说是人类最擅长,每天都在重复发生的烦恼。 我们很轻易会陷入对过往经历的追思,或者沉浸在对未来的担忧之中。 当我们生活不顺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在心里掂量。 如果当初没有这么选择现在的爱人,会不会幸福许多? 工作千篇一律没有前途,今后该怎么办呢? 妄想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妄想本身是在无意识状态下产生的。 有时候我们在打字过程中,不自觉就想起昨晚看过的电影。 男女主人公的凄惨的爱情,让我们心头一酸。 直到光标停下来,我们才意识到,刚才大脑中闪过的不是工作内容,而是电影的片段。 沉浸在想象中的我们,会不自觉打造一个空间,与真实的世界隔绝开来。 因为是无意识的,所以不容易控制,即便是坐禅修行的僧侣,也常常会有妄想的体验。 随着网络信息的高速发展,人们对手机的依赖与日俱增, 头脑被大量快餐信息包裹的低头族,恰恰是最容易妄想的群体。 刷刷手机,看看朋友圈,心里渐渐被这些无意识的动作强化。 当内心慢慢被无所事事的空虚感占满时, 无边的想象会不自觉爬到头脑中。 某位明星离婚了,天哪,不能相信爱情了。 朋友又带着孩子去海边度假了,他真是潇洒啊,不像我,只有眼前的苟且,没有远方。 当漫无目的地刷手机,成了无法控制的习惯, 伴随着铺天盖地的信息,我们的内心随之上下起伏, 烦恼就这么不知不觉中出现了。 当烦恼萦绕心头,妨碍我们追求幸福的时候, 我们总希望把它们通通戒除掉,但这却不是佛陀的主张。 他认为烦恼是让人理解内心状态的工具。 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无法摆脱烦恼, 就是因为无法看清自己的内心, 只有审视了自己,用单纯的心来理解自己,他人和世界, 才能完成净化心灵的修行,达到解脱的境界。 而审视内心,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概念。 具体有三种方法可以操作。 第一种方法是,用语言确认。 在佛教上,这被称为标记, 我们需要客观地给各种内心活动及时贴上写了名字的标签, 并且要学会有意识地确认。 此时,内心到底处于何种状态? 比如长时间顶着黑眼圈熬夜刷剧, 就是大脑混乱,内心浮躁。 竞赛之前,寝食难安。 要明确告诉自己,我特别紧张。 被不太合得来的同事拉着逛街而无法拒绝, 也要对自己强调,我感到疲惫和烦躁。 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善于用语言来归纳自己的状态。 用电脑的时候确认,我正在工作。 刷锅洗碗的时候要确认,我正在做家务。 只有不断尝试用语言将所作之事与所处的状态表述出来, 我们才能渐渐地清楚掌握自己的内心状态, 达到审视内心的效果。 第二种方法是意识到身体的感觉。 这种方法能有效缓解疲劳和压力。 这种练习呢,需要找到相对安静的环境来进行。 首先,闭上双眼,在黑暗中感知自己的双手, 然后缓慢移动,抬高,降落,去体会移动的感觉。 然后,将双手缓慢握拳,再逐渐松开,随后起身行走。 注意脚底与地面摩擦的感觉,鼓励自己进入凝视身体的状态。 随后,体验腹部呼吸法。 在一呼一吸之间,集中精力感受腹部收缩与空气进出鼻腔的感觉。 感知身体,在冥想世界叫正面。 禅宗世界叫念力。 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精神的集中力,增强意识,让心灵恢复平静。 第三种方法是在头脑中分类。 这个和语言确认相似,但范围更加广泛。 更加强调对概念的理解。 这个方法要求我们要准确区分此刻的烦恼到底是贪欲,愤怒,还是妄想。 以妄想为例,我们要将妄想的状态与妄想以外的状态进行严格区分。 可操作的方法是闭上眼睛,在脑海中随便想象某个场景。 可以是电视剧里的情节片段,或者刚读完一本书上的金句。 然后睁开眼,注视前方,看一看房间的装饰和窗外的景色。 这是你的头脑中已经不存在刚才的异象了。 然后你才能清醒地意识到,刚才所想的一切都是妄想, 现在所看到的才是妄想以外的内容。 有意识地对不同状态进行区分,并且把状态的测量标识打磨得更加精细, 我们才能更加敏锐捕捉到自己的心灵反应。 如果人生能够重启,大多数人都希望将人生中的苦恼替换为希望。 但其实,人生是拥有希望的鲜花,还是带着绝望的荆棘, 关键看我们自己的选择。 说到人生苦难,有一个人可以作为代表, 他的遭遇和打击非常人所能承受, 他叫林生斌,杭州保姆纵火案里五口之家唯一的幸存者。 林生斌与妻子朱小珍一见钟情,恩爱有加, 婚后又有三个子女,个个聪明可爱。 凭借双手和聪慧的头脑,事业越做越大, 搬进了大房子,生活质量大幅度改善, 和每一个幸福者的普通人一样, 林生斌感恩自己拥有的一切。 只是这样平凡的幸福,悲场大火烧了个金光, 因为保姆的私欲,朱小珍和三个孩子命丧火海。 失去妻儿的林生斌痛不欲生, 每天要靠药物才能勉强维持基本睡眠。 这样的苦难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难以承受的, 很多人选择就此沉沦,沉浸在沉思中无法自拔。 但林生斌做出了不一样的决定, 他上山入寺,吃斋念经, 自费给山上的寺庙打了水井, 种了很多树,为心灵找到了支撑的归属。 世界吻他以痛,他却抱之以歌。 积极回报社会,向灾区捐助物资, 去福利院帮忙,为大山深处的孩子们送衣物文具, 筹办童真一生基金会, 号召公众重视高层住房火灾。 佛陀说,人们应该正确理解苦恼的真相, 然后找到对应的方法并不断实践, 最后就会脱离苦海。 就如同林生冰在微博上写道, 人的旅途太过匆忙, 转身回望,独留一只行走的蜗牛。 然而就是这只背负了太多苦难的蜗牛, 一步一步缓慢前行, 用自己的力量治愈心理的伤, 实现了重生。 我们了解了妄想这种烦恼, 审视内心的三种方法, 以及想要脱离苦海, 必须要将痛苦转化为希望。 我们总会在不自觉中对各种事情做出主观判断, 这样的行为会让我们快乐吗? 我们为什么会乐此不疲下定义呢? 我们来探讨多余的判断。 我们总会在不自觉中对各种事情做出评判, 在心里打上勾勾叉叉, 但这样的行为会让我们快乐吗? 我们为什么会乐此不疲下定义呢? 很多时候, 我们总喜欢让自己在无意识状态下做判断题。 我的工作是不是有意义? 和别人比, 我有没有更优秀? 我的家庭真的幸福吗? 除了这样, A或者B的是非题, 还会出现一些定义判断, 比如自卑。 这次评选先进, 我觉得自己没资格参加。 有时候, 评判别人, 我们也喜欢用判断的方式。 比如, 那个吃饭这么嘴的同事真是太讨厌了, 我不想和他有过多接触。 当然, 如果判断能让人高兴放松, 也无可厚非, 但很多时候, 我们执着于自己的判断, 将烦恼倾倒在自己和他人身上。 习惯判断, 就像是给自己的大脑不断增加负荷, 让心灵一起处于被干扰的状态。 我们听到一点风吹草动的传闻, 就开始发挥想象, 随意猜测他人的性格与爱好, 或者自己刚刚与别人回首道别, 转身就默默评判他的着装和体态, 以此推断他的人际关系。 此外, 习惯判断还会对人的性格产生影响, 很容易形成完美主义或者洁癖的强迫症。 常常纠结于要处处领先的人, 会不自觉地给自己贴上拼命三郎的标签, 而处处给别人下定义的人, 则会将这种痛苦转嫁在别人身上。 银河补学班里, 教导主任习惯用优劣来划分学生, 面对岔生, 马飞他直接给判了死刑, 没求再怎么洗, 也永远变不成钻石。 甚至在马飞被开除学籍的时候, 教导主任也没有表现出丝毫惋惜, 只是轻描淡写地安慰马飞的班主任, 我要是你, 就不会关心这颗老鼠屎的下落。 一个教育者, 却用分数冷漠地将学生分成三六九等, 践行刹身是不值得被爱的理念, 真让人细思极恐。 即使对待自己的孩子, 也以判断为基准, 高考得了状元便是优秀的, 大学挂了科是不能被接受的。 在心里给孩子打了叉之后, 教导主任便拒绝与孩子沟通, 生硬地把孩子关在门外, 最后一个给过他荣耀的孩子, 却活生生被他逼疯了。 这样惨痛的案例, 并不止出现在影视作品中, 不少人在年幼的时候就经历过, 分分分, 学生的命根, 这样细分如命的体验, 没能成为优等身, 进入高等学府深造, 成了很多人心里的刺。 他们会判断自己, 没有考上大学, 我是个失败者。 当他们成为父母后, 就会将成为人上人的执念, 强加到孩子身上, 用多于好生谈理想, 不于岔生, 闲扯淡, 来要求孩子。 被别人定义过的人, 会反过来对其他人下同样的定义, 因为自己没过上想要的生活, 所以希望别人一定要做成某件事, 这样的判断也是妄想, 执着于妄想的判断, 只会让自己和对方陷入痛苦的境地。 有时候, 我们明明知道, 对自己, 他人, 过度的判断是没有必要的, 而且不令人开心的, 但为什么总是欲罢不能, 情不自禁, 要在心里找到一个答案呢? 首先, 这是因为判断这件事情本身, 是能让我们高兴的。 当人类还没进化完全的时候, 作为灵长类, 他们就已经会对周围的环境做出判断, 这边的食物丰富, 那边的环境有危险, 这样的判断是一种本能, 帮助他们生存下去。 而现在, 我们热衷于判断, 是希望给自己一个我什么都懂的错觉。 牙子有一颗敏感的心, 他常常把各种感悟总结出来, 安抚自己的内心。 我没有随大流混日子, 我在认真思考生命的真谛。 但不断成长的牙子, 观念又岂能一成不变, 今天做出的判断, 也只能带来这一刻的舒心而已。 比如了解了林辉英的世界, 就觉得女生应该肩负家国担当的使命。 转身看到陆小曼的故事, 又认为女生应该活出自我, 绽放青春。 即便是这样的朝令夕改, 牙子仍然会反复思考, 乐此不疲地下定义, 只为体会一瞬间的踏实感。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判断, 感觉自己得到了认可。 比如和男友因为小事吵了架, 越想越不甘心, 认为对方是始作俑者, 因为他的不当言行导致了这场战争的爆发, 于是会主动给闺蜜打电话,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对男友进行控诉, 并希望闺蜜站在自己这边。 当闺蜜直接说出她太过分了, 这根本不是你的错的时候, 心里立刻舒服了。 这是一种想要证明果然自己没有错的行为, 我们需要从别人的口中得到这样的判断, 来满足自己被承认的欲望。 在判断的道路上, 最难做到的就是克服自己没错的心魔。 佛陀认为, 当我们产生觉得自己没错的想法, 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原始佛典中, 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 盲人摸象。 某个国家的国王, 让一群盲人聚在一起摸象, 每个盲人都只摸到大象的一部分, 所以当国王问出大象是什么样子的, 每个人给出的答案也是千奇百怪的, 石柱一样, 像个扫帚, 好像是锄头一样的长肝。 最后, 盲人们竟然为自己的答案是对的, 而争执不休。 这个故事说明, 因为出生家庭, 成长环境, 人生阅历的不同, 我们永远只能看到世界的一部分, 产生的经验和感悟也不尽相同, 所以想要改变别人的思想, 而坚持自己没错的想法, 无异于原木求鱼。 人与人的交往也是思维之间的碰撞, 分歧在所难免。 有时候, 矛盾爆发之后, 我们强迫自己冷静思考, 但仍然得出的结论是, 我想了好久, 还是觉得自己是正确的。 这是因为, 我想了好久, 只发生在自己的头脑中, 想到的一切, 当然只能是自己的想法。 所以无论是思考了一分钟, 还是一整天, 我们都只能围绕自己的大脑转圈圈, 而无法看到真实情况的全貌。 思考本身没有对错, 但固执地认为自己才是对的, 这种判断就是一种妄想。 佛陀在与婆罗门的对话中提到, 能够正确判断的人, 内心没有觉得自己正确的想法, 因此这样的人才不会落入产生痛苦的执着的洞窟。 正确判断的基准不是主观的我认为, 而应该将真实、 有意作为衡量的指标。 比如工作中, 能提高工作效率, 改善工作环境, 推动行业发展的判断是正确的。 日常生活中, 能促进夫妻和睦, 增强亲子感情, 稳定家庭团结的判断, 才不会出现偏差。 只有时刻提醒自己, 忘记主观判断, 而紧握客观标尺, 才能避免在妄想的漩涡中越陷越深。 我们了解了我们喜欢做出判断的原因, 以及如何远离自己没错的妄想。 执着于不必要的判断像一种毒药, 会有我们带来源源不断的痛苦。 不随意判断自己, 也不随意判断别人, 才是理想的状态。 如何从判断中解脱出来, 让心重获自由, 怎样给自己的信心添砖加瓦呢? 我们来探讨, 停止判断。 不随意判断自己, 也不随意判断别人, 才是理想的状态。 如何从判断中解脱出来, 让心重获自由, 怎样给自己的信心添砖加瓦呢? 佛陀说, 觉得自己如何, 觉得他人如何之类的想法, 就如同扎入内心的箭。 心有利剑, 岂能不痛苦? 而若想拔出此箭, 恢复心灵的平和, 就需要将不做判断, 看作生活的智慧。 首先, 我们需要及时找到自己做判断的心理暗示词句。 这句话可能是今天真倒霉的自嘲试, 也可能是我和老板观点很难统一, 简直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抱怨试, 更可能是明天灯台演出我可能要忘词的恐惧试。 要学着给自己的头上套上紧箍咒。 当你开始无意识地对自己或别人平头论足的时候, 大脑能及时捕捉这些信息, 然后告诉自己, 没有人有资格对别人的生活指指点点, 即便是对自己妄加判断, 也是不被允许的。 其次, 我们要坚守自我。 心理学上有一个破窗效应, 说的就是如果环境中有不良现象的发生, 很容易诱发人们效仿, 就好像有一个窗户破了个洞, 但无人维修, 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破坏者来损坏更多的窗户。 同样的, 当周围开始有人对一个事物进行比较评论的时候, 那么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 开启一场判断的盛大聚会。 当我们开始觉得别人都在说, 自己吐槽两句无伤大雅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滑向了热衷判断的深渊。 随波逐流的判断会让我们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前不久的微博上, 有一名女子求助网友, 自己被一名男子长期骚扰, 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这位哭得梨花带落的女子, 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 网友义愤填膺, 纷纷以正义者的身份, 对骚扰者进行了审判。 但很快, 事情就发生了反转, 这一切都是屏幕前的弱女子自导自演的一场大戏。 而骚扰者才是受害者, 不仅被骗钱, 还受到了无数网友的警告, 咒骂等形式的制裁。 我是我, 他人是他人, 我们控制不了别人的思维, 但可以选择管住自己的心, 选择自由独立地进行思考, 这是佛陀给我们的教诲。 最后一点, 是学会坦诚。 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混沌和迷思, 承认自己的傲慢和偏激。 在佛教的修行中, 有忏悔这个环节, 而我们并不需要如此大张旗鼓, 只要能在睡前抽出五分钟的时间, 默默进行反思和复盘就足够了。 愿意倾听别人的话语, 真诚地体谅别人, 推心致富地交流, 不再因为他人随口的话语而否定自己, 比起完美无瑕, 坦诚地自我更有魅力。 日常生活中, 总有些把事情搞砸了的瞬间, 而作为内心的直接反应, 判断就会毫无征兆地涌来, 我们很容易就开始自我否定,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我真是个没用的人。 而这种对自己否定的判断, 会带来两种后果, 一种是刀刃向内的愤怒, 对自己进行言语, 甚至是行为的攻击, 还有一种是忽视问题的逃避, 只要在家里, 用睡觉和沉迷游戏来换取暂时的遗忘。 虽然我们内心都期望, 不能轻易否定自己, 但面对别人的眼神和话语时, 仍然会不受控制地做出消极的判断, 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停止消极判断的练习。 首先是, 去外面走走。 在日本僧侣的修行方式里, 有一个叫做千日回风行, 就是每天步行三十至八十公里, 连续行走七年。 而当我们被消极判断笼罩, 找不到希望的时候, 不妨将注意力转移到外面, 迈开脚步走起来, 将意识集中在身体的感觉上面。 路过饭店、学校、便利店, 就去想象万家灯火里的每个人, 都有自己不同的烦恼和孤独, 想象他们或许因为生意不好一筹莫窄, 因为考试失利而痛哭流涕。 当我们能看见别人的痛苦, 自身的消极感受就会被慢慢融化。 第二种方法是了解世界的广袤。 我们常常会有天塌下来的悲伤, 认为自己的失误会让所有人瞧不起。 建一是班上的学霸, 次次考试都稳坐前三, 但有一次他发挥失误, 名次直线下跌。 面对排名,建一不能接受, 他一方面怀疑自己是否不再优秀, 另一方面担心会被所有的同学嘲笑。 看到建一因为成绩日渐消沉, 爸爸塞给他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如果有人因为你的排名而感到惋惜和失望, 那只能说明他们对你基于厚望, 你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这两句话解除了建一的思想包袱, 点燃了他继续奋进的斗志。 当我们执着的时候, 很多问题被无限放大, 但其实, 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对你持失望态度的人, 也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多。 很多时候, 我们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自信心爆棚的人, 拥有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的能量。 但事实是, 我们常常会因为能力不足而信心缺失。 重要的决策被我们一拖再拖, 总觉得有地方没有准备好, 一直不敢迈出第一步。 为了训练自己变得自信, 我们给予用一切外界条件来证明, 比如一个月入门日语, 三个月考取职业资格证书, 一年拿下副教授的职称。 我们期望愿望成真的一刻, 把成绩展示在朋友圈, 用每一个赞来为自己的信心添砖加瓦。 但这样给自己施加压力, 就能得到自信吗? 写进新年清单和励志的目标, 本来就建立在不自信的基础上。 被能力不足的念头捆绑, 我们很难对自己产生真正的信任。 即使获取了所有的成就, 我们也只会永远被需要更自信的念头驱使, 马不停蹄地立下新的flag。 佛陀说, 财产和容貌无法亘古不变, 唯有眼前的路能指引你的心加以实践。 也就是说, 与其反复追求虚无的自信感, 不如将注意力放在更实际的地方, 比如当下应该做什么, 现在能够做什么, 继而尝试行动和体验, 通过时间累积而获得经验, 最后用经验去预测成果。 就像欧阳修笔下的麦油温, 可以做到用铜钱盖住葫芦口, 将油注入葫芦, 却不占湿铜钱。 面对陈瑶泽的挑衅, 麦油温能预测自己的成功, 这源于他对自己记忆的自信, 而这份信心来自无数次的练习, 我亦无他为手熟耳。 只有到了潜心打磨自己, 到达手熟的境界, 才会拥有真正的自信。 我们了解了逃脱不必要判断的三种方法, 以及树立真正的自信, 要注重点滴积累。 不管在什么场合, 都不要将枪口对内, 自我否定不是谦虚的代名词。 在所有的祝福语中, 我们习惯说出永远快乐, 但事实是不满,压力, 各种负面情绪, 常常会占据生活的C位。 如何整理自己的烦恼, 如何避免焦虑不安, 我们来探讨佛系情绪。 在所有的祝福语中, 我们习惯说出永远快乐, 但事实是不满,压力,愤怒, 各种负面情绪, 常常会占据生活的C位, 那么我们该如何整理自己的烦恼, 如何避免焦虑不安。 人的一生要面对各种负面情绪, 悲伤,愤怒,沮丧, 每一种都像小恶魔吞噬我们内心的平静。 情绪起伏会牵引出烦恼, 然后整个人被黑云笼罩, 比如科业繁重, 感到压力很重, 进而引起烦躁和忐忑。 或者妻子有轻微洁癖, 看到丈夫将换洗衣物随手乱扔, 就忍不住酝酿怒火, 劝说多次无果后, 直接爆发, 发生激烈争吵。 即便是德高望重的佛陀, 也曾遭遇过诽谤和辱骂。 印度的种姓制度等级森严, 佛陀虽有大智慧, 但种姓比婆罗门要低一级。 婆罗门的弟子愿意跟着佛陀学习, 而自愿归入其门下。 这对优越感极强的婆罗门来说, 是不可原谅的事情。 他气急败坏冲到佛陀面前, 在众多围观人的见证下, 对佛陀竭尽所能, 进行指责和重伤。 若一般人, 面对他人无中生有的挑衅, 早就撕下面子捍卫尊严了, 但佛陀始终面不改色, 不紧不慢地反问婆罗门, 你家中若百艳请客, 食物没吃掉, 最终是成为谁的呢? 婆罗门一头雾水回答, 自然还是我的食物。 佛陀依旧不紧不慢, 那你会如何处理呢? 我会自己吃掉。 佛陀笑了笑, 郑重其事地说, 面对你的责难, 如果我和你计较, 就等于强迫吃下了你的食物, 但我并不想接受, 你的食物还是你的, 你说出来的话也还是你的, 请你把话语带回去。 佛陀明白, 如果进行悔嘴, 则相当于自己被迫接受愤怒这种情绪, 但佛陀的立场是不能迷失自己的心, 所以无论婆罗门给出任何情绪化的产物, 佛陀通通拒收。 游首小诗写道, 你骂我, 我骂你, 骂来骂去, 只是借别人的嘴, 骂自己。 所以面对他人积累的情绪, 我们要做的, 不是随之发生的起伏反应, 而是坚定内心, 冷眼旁观, 对他人听之认之。 正如同倚天屠龙记中九阳真经的妙意, 他强由他强, 清风拂山岗, 他横由他横, 明月照大江。 波澜不惊, 心如止水, 才能摆脱情绪动摇带来的烦恼, 收获平静的心灵。 当然, 如果想达到这个境界, 需要刻意练习, 方法就是闭上眼睛, 想象将自己的心切成两半, 一半朝向世界, 一半朝向自己。 朝向外界的心, 用来与别人交往, 去认真倾听对方所说的每一句话, 而不去主观地判断证物。 虽然听起来简单, 但实际操作的时候, 我们要努力压制, 期待对方达到某个要求的愿望, 即使听到不中听的话语, 也不要转化为不耐烦或者愤怒, 只需要客观理解对方的意思就够了。 朝向内部的心, 用来观察自己, 是否愤怒, 是否紧张, 是否怀疑, 然后提醒自己, 不要妄想。 虽然这些反应是自然产生的, 但要时刻内省, 努力尝试停止感受, 从而达成拥有不动心的目标。 在管理情绪方面, 除了减少烦恼, 还有一个重要原则, 追求快乐。 佛教理将快乐表达为乐, 不快乐表达为苦。 第三种状态叫不乐不苦。 但由于人心具有非黑即白的属性, 凡是不属于快乐的情绪, 则通通默认为不快乐。 所以即便是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的平和, 也被我们轻易化到无聊到不开心的阵营。 而想要增加快乐, 就需要坦率主动地满足自己, 比如去拔草心仪已久的护肤品, 对喜爱的美食大快抖移, 重视兴趣的发展, 主动激发舒服放松的心理反应, 增加生活的幸福感。 对于追求被认可的愿望, 佛教告诫我们, 要将满足欲望能带来快乐作为唯一基准。 哪怕是希望成为人上人, 被别人喜欢这样带有功利色彩的目标, 只要带给你快乐, 就应该勇敢追求。 但假如目标膨胀, 人上人成了焦虑的负担, 被喜欢演变成假笑的不安, 那就应该及时终止。 林木报名参加了朗诵比赛, 对拿奖他是满怀期待的, 因为声音醇厚, 加上自己对朗诵很感兴趣, 所以便请了老师日日排练。 但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 他意识到朗诵并没有想得那么简单, 要逐字逐句揣摩含义, 反复打摩情感。 几天以后, 他身体便抗拒进入培训室, 之前的快乐荡然无存, 总下意识找个理由来搪塞老师。 参加比赛, 取得名次, 成了一段噩梦, 直到他放弃的一刻, 内心无比轻松。 佛陀说, 感到苦的时候, 就是该放手的时候。 在碰撞不良情绪后, 心灵的反应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效应, 简单来说, 就是心里给出的情绪、 欲望和妄想反应, 在身体、 记忆里留下强烈的能量, 让人无法释怀。 肩负学习压力的英子, 就体验了多种情绪交织的生活。 单亲妈妈美姬, 为了帮助英子考上理想学府, 隔音墙, 日程表, 护掩仪, 竭尽所能将全部的爱和关心, 一股脑地道给英子。 但英子有自己的梦想, 想终身于音乐为伴, 所以把这些照顾当作负担, 她为母亲过多的干预而愤怒。 另一方面, 她看到母亲不断付出, 懂得这是母亲的爱, 内心又会觉得亏欠, 思绪在矛盾中左右摇摆。 所以, 英子表现出一边忍不住逃离环境, 逃学旷课, 一边心存愧疚不断向母亲道歉。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每个人有她的脾气。 因为各自的秉性,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不断重复同一种体验。 就如同美姬完美妈妈的想法, 压得英子喘不过气, 英子的叛逆也让美姬无所适从, 而每次的接触都在强化这样的压力。 若想要破解这样的死循环, 给情绪舒缓的出口, 一方面需要保持距离, 钻石终止不良关系, 直到记忆和身体不再对对方做出强烈的反应为止。 最终, 英子对母亲喊出, 妈妈你别逼我了, 也是为自己赢取空间的独立所做的努力。 另一方面, 因为可以尝试将意识集中于身体的感觉中, 就如同尽心尽力的母亲美姬, 应该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少纠结, 多接纳, 给予足够的时间来做做运动, 泡泡澡, 帮助内心恢复平静。 我们了解了管理情绪的原则, 不仅要减少烦恼, 还要追求快乐, 以及解除坏情绪的死结, 要将意识集中于身体, 给自己足够的空间和时间。 作为独立的个体, 每个人思维体系不同, 我们总会遇到话不投机, 但又不得不交往的人。 如何与他们和平相处, 如何重新认识朋友, 我们来探讨人际关系。 作为独立的个体, 每个人思维体系不同, 我们总会遇到话不投机, 但又不得不交往的人。 如何与他们和平相处, 如何重新认识朋友。 人们常说, 生活中90%的烦恼, 都来自人际关系。 不论是和爱人, 亲人, 还是朋友, 路人, 一句话, 一个表情, 一种行为, 都可能引起我们内心的起伏不定, 产生烦恼。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我们, 虽然渴望自由, 但又不能离开错综的关系网, 独自生存。 所以, 学会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是永恒的课题。 佛教教导我们, 掌握相处方式, 就是懂得用怎样的心和对方相处, 只有内心懂得相处之道, 才不会为人际关系苦恼。 与人交往时, 我们常常会不自觉, 往人家身上贴标签, 比如, 连爱心捐款都不参与, 真是太自私了, 为了几块钱还和别人争执, 真是斤斤计较。 而往往这样的判断, 是建立在自己绝对正确的优越感之上, 包含了大量的负面情绪, 我们以为看到的是事情的全貌, 有批判他人的权利, 但殊不知, 自以为的真相并不真实。 也许他不捐款, 只是不认同这种形式, 他会偷偷资助贫困大学生, 比大多数人更加善良。 或者, 几块钱对于他的家庭来说也很重要, 他需要精打细算, 没有办法假装大方。 英国小说《傲慢与偏见》, 就生动刻画了一段因为判断而险些与真爱, 实之交臂的故事。 伊丽莎白与达西狼才女貌, 又互生情愫, 本应水到渠成成为一对碧人。 可惜在偏见的伊丽莎白眼里, 达西为人傲慢不可一世, 这样的标签让达西无法翻身, 也让伊丽莎白烦恼不已。 即便面对达西一往情深的施爱, 也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感受。 幸运的是, 在后来的接触中, 伊丽莎白逐渐改变了对达西的看法, 达西的善良、谦和感染了她, 贴在达西身上的判断逐渐消失, 一段美满的姻缘也就此成就。 我们都希望抓住和对方相互理解的机会, 将别人看清楚, 但其实, 任何以自我为中心而做的判断, 都是在给对方扣上莫须有的罪名, 这样只会把我们越推越远, 反而抹杀了交流的机会。 有时候, 记性好并不是包一词, 我们总是对发生过的事情有着执念, 常常用回忆的感受来指导现在的交往。 佛教中说, 沉溺于过去是指对记忆做出了反应的状态, 比如你因为孩子上学的问题和爱人发生了争执, 即便你摔门离开, 但怒火仍如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六丁神火, 无法轻易灭掉。 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在捣乱。 当下发生的情景, 不自觉联想到了记忆中的某个片段, 可能孩子读书的问题, 在上个星期就已经有了冲突的苗头, 只是双方都没有爆发, 而这次的争执是火山喷发的突破口。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你对我的伤害不是一次了。 伴随着这样的想法, 新的怒火不断产生, 这就是为什么因为一件小事, 我们的愤怒总能做到死灰复燃, 无法真正消除。 惠美心里有根刺, 让她一直耿耿于怀。 三十年前, 惠美刚生完孩子, 很虚弱地躺在病房, 丈夫回家为她做饭, 等了很久, 惠美已经饿到鸡肠碌碌, 丈夫才姗姗来迟。 一打听, 原来是自家的煤球炉被小姑子弄灭了, 丈夫只好重新生火, 耽误了很长时间。 这件事就像一根刺, 深深刺痛了惠美。 以后, 只要和小姑子闹了隔阂, 当年的情景就会跳出来, 刺激惠美的神经, 激发她产生新一轮的愤怒和抱怨。 也许小姑子对自己当年的无心之师早已忘却, 而执着于不愉快经历的惠美, 在与小姑子的情感交流中竖起了一面无形的阻隔墙。 忘掉过去, 抛却记忆, 就事论事, 才能成就有效沟通。 若想化解对过去的执念, 这里有一个比较实用的方法, 就是永远把对方当作初次见面的人。 人生若只如初见, 和世秋风悲化善的诗句, 明确地表示两个人在刚刚相识的时候, 恰恰是最美好淡然的时刻。 那么, 不妨将每一次见面交流都当作第一次, 真诚地对彼此说一句, 请多多指教。 当然, 这样的做法并不是异想, 而是有科学依据的。 心理学家认为, 人类平均每天会产生七万个想法, 相当于每一点二秒涌现一个。 人的思绪就如同走马观花一样, 变幻莫测。 《武林外传》里有一集, 吕秀才力挽狂澜, 面对杀人如马的鸡无命, 他无所畏惧, 抛出了灵魂三问。 过去的时间在哪里消失, 未来的时间又在何处停止? 我在这一刻提出的问题, 还是你刚才提到的问题吗? 这些问题说明了一个道理, 今天的你和昨天的你不再一样。 虽然外貌姓名工作家庭都没有改变, 但随着你心理的变化, 你已经成为另一个人。 同样的, 别人也是时时刻刻在变身, 那么用旧眼光去看待新事物, 如何能亏得全貌呢? 只有把每次相见都当作重新认识, 才能用尊重事实的态度, 收获真诚对话的权利。 即使心理存在着他以前那句话很伤我的想法, 也只把它当作是自己头脑中的妄想, 给自己和对方重新交往的机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我们握手言和, 交往的本质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 而理解的前提是明确告知对方我们的情绪, 想法和思维方式。 如果对方不愿意理解, 也不愿意沟通, 那就没有继续交往的必要了。 佛教明确告诉我们, 无论什么关系, 如果不得不单方面忍受痛苦, 这样的关系就是不合理不对等的。 所以, 陷入难以抉择的痛苦时, 请想一想, 佛教的评判准则, 我们交往是为了互相理解, 彼此幸福, 而不是互相折磨。 那么这段关系该不该继续, 该如何继续? 答案了然于凶。 我们了解了与人交往中要注意的几个原则, 一是不要随意给他人贴标签, 二是要忘掉过去, 着眼当下, 三是拔掉心中的执念, 将每一次的重逢都当作初次见面。 在纷纷扰扰的声音中, 如何从别人的看法中摆脱出来, 又该怎样停止比较, 专注于当下? 我们来探讨佛系处事。 谁人背后不说人, 谁人名下没人说? 在纷纷扰扰的声音中, 如何从别人的看法中摆脱出来, 又该怎样停止比较, 专注于当下? 很多时候, 我们拼尽全力, 追求的并不是更好的自己, 而是别人眼中优秀的幻影。 作为群居动物, 我们渴望被认可, 被赞扬, 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找到自身的价值。 你也许会有过这些经历, 想和客户交流, 但点开微信, 看着对方的头像, 想说的话反复琢磨, 连小表情都要慎之又慎, 唯恐一个细节不到位, 给客户留下不好的印象。 或者, 工作出现失误, 领导在集体会议上 没有点名地批评了两句, 便脸红羞愧, 抬不起头, 一整天都感觉同事在背后 指指点点。 没有人希望给别人 留下不好的印象, 但过分在意别人的看法, 就相当于自导自演, 给内心加戏, 只会带来压力和负担, 让我们喘不过气。 其实大多数烦恼都是自询的, 并没有实际意义, 比如和客户交流, 人家往往只会看中 合作的利益和效果, 至于你发了你好还是您好, 表情是微笑还是大笑, 客户未必在意。 被领导不记名批评, 在领导心里, 只是为了借此给大家提个醒。 在同事心里, 事件和自身毫无关系, 只当作个故事, 左耳进右耳出, 并没有精力去深究 这项工作是谁做的, 当时产生了什么后果。 佛陀告诉我们, 想要从过分在意别人的眼光中 解脱出来, 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清楚地意识到 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妄想。 无中生有的妄想, 可以把多种记忆交织在一起, 轮番在脑海中上演。 它没有止境, 也不依附于任何根据。 就这么毫无防备的出现, 让你陷入一轮又一轮的 自我怀疑与焦虑之中。 如果我们能够看到 别人的内心独白, 便会知道, 每个人都在忙于生计, 而我们在意的印象、 评价, 在别人看来, 就是占用两秒钟的点头一笑而已。 只有意识到, 妄想是始作俑者, 才能放弃妄想, 摆脱他人看法的纠结, 从而达到佛系处世的境界。 将我们和平静安然的状态, 拉开距离的, 除了在意别人的眼光, 还有一颗爱比较的心。 职业、地位、收入、外貌、学历, 我们乐此不疲, 收集各类信息, 来确定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 我们都知道, 当一个人能够肯定自己的时候, 才不会通过与外界比较的方式, 来确认自己的价值。 正因为我们没有拥有强大的内心, 才会期望自己胜出, 或者占据上风, 来给自己吃下一季定心丸。 但比较的过程, 真的能带来快乐吗? 除了不安, 似乎带不来其他收益。 有一个小故事, 某个单位在团体竞赛中获了奖, 领导提议给员工发奖金, 有个年轻人分到了一千元, 他觉得很开心, 计划与女友外出大吃一顿。 当他兴高采力下班准备回家, 看到隔壁办公室的同事随口问了句, 这次拿了多少啊? 同事满脸不高兴地说, 只有千二, 我看小王拿了一千五呢。 年轻人的心情立刻跌到谷底, 满脑子只有一句话, 凭什么? 泱泱不乐回了家, 外出吃饭也完全提不起兴致。 这就是比较, 这把火烧起的焦虑。 以局外人的角度来看, 何必在意别人得到了多少呢? 只要自己也有收获, 不就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吗? 但很可惜, 大部分时候, 我们沉浸在别人的说果里, 而忽视了自己的成绩。 另一方面, 比较往往是动态的, 常态化过程。 简单来说, 如果在这次比较中处于下风, 那就一定会努力, 在其他方面再次比较, 争取占据优势, 否则内心会失去安全感。 所以, 分得一千元奖金的年轻人, 会不自觉地将同事作为假想敌, 关注他的方方面面, 只有当发现自己在某一方面赢过他, 心里才能获得些许平衡, 但下一次, 下下次, 比较还是会如期而至。 佛特说, 不论比较的结果是势均力敌, 还是比对方逊色或者优秀, 比较只会带来新的烦恼。 而在这场没有尽头的战争中, 放弃比较的武器, 坦率地做自己, 才是明智的抉择。 佛陀教导我们, 一旦开始决定做某件事, 要善用六个字, 改善, 集中和理解。 改善, 在佛教中指的是, 想方设法给自己带来愉快的心情。 人心只有快乐和不快乐两种状态, 不快乐的时候, 我们习惯性有压力, 会逃避问题, 而当快乐的时候, 我们觉得浑身上下充满动力, 会更执着于眼前的工作。 任何事物都存在改善的余地, 所以只要小小的动作就能实现。 比如改善一下工作的环境, 放置两盘绿植, 或者最喜欢的手绊, 也可以在没有思路的时候, 播放一首舒缓的歌曲, 或者品尝一小块蛋糕。 集中是指忘掉外部世界沉浸在当下, 达到目中无人的状态。 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心流, 是指将自己的注意力完全投入到某件事情上的感觉。 心流的产生伴随着高度兴奋, 即充实感。 如同作家文思泉勇, 马农沉浸在程序世界而不知疲倦。 用俗话说就是打了鸡血, 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每一个动作, 想法都如星云流水一般发生。 而想要进入忘我境界, 佛教中有八正道的实践性方法可供参考, 其中使用最多的是正面, 正定, 正经境三点。 正面是口头语言来确认内心反应, 告诉自己我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正定是将注意力集中一处, 手机调到静音, 关掉无关的网页。 正经境是持续集中意念和注意力, 意识有转移的时候就尝试闭眼, 静心, 然后睁眼, 继续专心。 理解就是在集中精力达成无心之后, 内心充实和喜悦的感受。 如果到达这一步, 我们已经对自己的工作和人生有了彻底的理解, 他人任何的评价都显得无足挂齿。 毛不易参加《明日之子》比赛期间, 唱过一首《203》, 并没有被大家认可。 更有乐评人严苛指出这首歌词曲都落了俗套。 毛不易不反驳, 不解释, 只是微微笑着。 后来, 消愁爆火, 有人叫他少年李宗盛, 毛不易也只是无奈地笑笑, 说, 这也配跟李宗盛比吗? 无论面对的是批评, 还是赞扬, 毛不易都表现得云淡风轻, 因为音乐已融入他的生命, 他只关心每一个曲调的和谐, 而腾不出多余的思绪, 留给外界的纷扰。 不应外来因素而舍弃自己该做的事情, 全力以赴, 专注于当下。 正如佛陀所说, 注视自己的内心, 答案自明。 我们了解了佛系处事的几个关键要求, 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不主动参与比较, 以及集中注意力, 专注于当下。 现代社会, 竞争是无法逃避的现实, 竞争的压力总是如影随形, 如何以正确的动机面对竞争, 如何改掉争强好胜的性格? 我们来探讨佛系竞争。 现代社会, 竞争是无法逃避的现实, 竞争的压力总是如影随形, 如何以正确的动机面对竞争, 如何改掉争强好胜的性格? 只要是群居生活, 就会存在竞争。 原始竞争是美好的事物, 总量有限, 为了生存, 开始争抢, 成功抢到就意味着胜利。 现代竞争, 以并非简单的相互抢夺, 除了单纯的意识住行, 我们还希望占据更高的社会地位, 更体面的职业, 更骄傲的薪酬。 这样的念头, 转为催化剂, 让我们前仆后继, 投入竞争的潮流。 佛陀说, 人总是无法满足, 总是贪婪祈求, 总是争强好胜, 这是被欲望吞噬, 内心饥渴的状态。 当我们无法满足于已获取的贪欲, 眼里便再看不到已经拥有, 而苦苦所求未得之物。 当然, 除了内心的欲望, 让我们主动竞争, 更多的时候, 由于竞争客观存在, 我们只能被迫接受。 企业必须要将竞争融入企业文化, 绞尽脑汁提升产品性能, 服务水平, 品牌影响力才能超越同行, 在经济社会中顺利生存下去。 同样的, 员工要想拿到更多的奖金养家糊口, 必须拼实力, 拼业绩, 把KPI当作行动指南, 竭尽全力争取出人头地。 如果竞争的过程能体会到快乐和满足感, 也无可厚非, 但很多情况下, 竞争带来的只是痛苦, 比如在学习中, 过度关注分数和排名, 就是一种没有意义的竞争。 学习的本质应该是吸纳知识提升能力, 但往往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并没有沉浸在点滴进步的喜悦中, 而是为了成绩时起时忧, 把分数看成了评判价值唯一标识。 伴随着这样功利的角逐, 大多数人会迷失初心。 童话电影《训兔记》中, 听话爱学习的李小麦在课堂上变成了兔子, 大家都吓坏了, 但是老师和校长却很欣慰, 大肆表扬了一番。 于是, 全班形成了一股努力听话变成兔子的氛围, 只有不爱学习, 拒绝循规蹈矩的皮皮鲁成了老师的眼中钉。 在老师和父母的威逼利诱下, 皮皮鲁选择伪装和妥协, 主动戴上兔子头罩, 参与全兔般的合影。 电影中有一幕让人不憨而立, 所有的孩子都争先恐后地表现自己, 甚至因为没有变成兔子而伤心, 而没有人去考虑这个目标是不是荒唐, 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一只兔子。 不良的竞争本质上就是盲目的随从, 以及欲望的满足, 就如同有毒的美酒, 让人欲罢不能。 沉浸于竞争世界的人们, 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用各种形式维护自己的自尊心。 该选择什么工作, 该找个怎样的伴侣, 不断做出选择的前提, 也是在确保在竞争中占有优势, 给自尊心一个归处。 只要是选手, 就会目不转睛地盯着胜利, 而一旦将注意力集中于此, 不达目的势不罢休, 并往往骑虎难下, 会陷入一轮又一轮无止境的比拼中去。 但残酷的真相就是, 胜利者只是少数, 没有人能永远赢过别人。 大多数人都不得不体会失败的苦楚, 而不转换思维, 只一味在失败和痛苦中周旋, 那将会影响一生的幸福。 有个年轻人对智者抱怨, 我刚毕业, 来到大城市, 工资不高, 每天都要加班, 工作压力很大, 大城市房价高, 我可能永远也买不起, 看到别人都那么成功, 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失败, 我是不是应该回老家呢? 智者微微笑地回答, 你的提问和之前的一个年轻人几乎一样, 在大城市, 有这样的焦虑很普遍, 不用调查都知道, 没有任何一个职场新人能买得起房, 假如你回老家,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你的感觉还会是一样, 买不起当地的房子, 你还是很失败。 所以, 放大痛苦, 逃避责任, 一位怨天游人被称为假焦虑, 早见早好。 面对竞争, 大多数人给出两种选择, 一是主动迎战, 毕生追求胜利, 二是避免竞争, 选择置身事外。 很多人对佛教有误解, 认为其倡导, 采菊东离下般的修身养性, 鼓励人们抱有随遇而安的态度, 所以佛教思想应该是第二种, 不参与竞争, 独自寻找心远地自偏的淡然。 其实佛教既不否定竞争, 也不迎合现实, 他追求更深层次的问题, 就是提醒人们应该如何在竞争中明确自己的心态, 这就是第三种选择。 以正确的动机来面对竞争, 除了失败和胜利二选一以外, 还有其他价值观可以被我们选择。 邱野在一家外企就职, 年收入数千万, 是个响当当的精英人士, 但他所处的职场充满了鸣枪案件, 如果同事犯了小错误, 其他人会主动撇清关系, 躲避责任。 在这种环境下, 野局也渐渐变得冷漠, 势不关己, 高高挂起, 但总担心犯错的压力让他患上了胃病, 他开始犹豫要不要辞职, 离开这个恶性竞争的地方。 佛陀给他指了第三条路, 就是心存悲悯, 用同理心体谅别人的痛苦, 坦率承认他们的努力和成绩。 有句话叫, 我们光明, 世界就不黑暗。 当自己被过分地求圣欲, 蒙蔽双眼的时候, 看到的满屏都是勾心斗角, 世界由此变得狭隘, 但换一种视角去看, 心中就会被体谅和宽容充满, 世界才会灵动宽广起来。 同时, 为了帮我们把注意力 从过度竞争的漩涡中脱离出来, 佛陀有两点忠告。 首先要闭上双眼, 关内心。 如果你觉得被业绩, 生活压得很疲惫, 不妨想象自己坐在某个禅寺里面, 面前是打坐的高僧, 你学着他的样子, 闭上双眼。 在黑暗中, 你的心里会出现各种声音, 可能是, 这个月我要夺消灌, 让他们看看我的实力, 也可能是, 隔壁的孩子已经开始学英语了, 我们家还在散养, 输在起跑线上了。 然后睁开双眼, 你看看眼前的一切, 世外明媚的阳光, 室内安静的书桌, 而你刚才脑海中的, 想要取胜, 已经输了的念头, 一瞬间都不存在了。 这时候我们强烈地感受到, 刚才所有的杂念, 都是求胜欲带来的妄想。 其次, 要睁开双眼看真相。 被胜利时时刻刻束缚的我们, 在达成阶段性小目标之后, 内心无法平静, 会为追求更大的胜利, 而无法消停。 相反, 在竞争中落败, 又会长时间耿耿于怀, 即使过了很久, 也总是会忍不住后悔, 如果当时做了这件事, 我肯定就能赢了。 特雷佛说过, 人生所有的事情之中, 后悔是最可怕的, 后悔永远得不到答案, 而这些疑问, 会纠缠你一辈子。 无论是追求, 还是后悔, 都不能带来快乐。 正如佛陀向世人的提问, 如果继续这样的人生, 将终身得不到满足, 那么, 这还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吗? 闭上眼, 阻断一切多余反应。 睁开眼, 真正看清楚内心妄想, 坚持一闭一睁, 才能认清现实, 保持清醒, 从而选择更得体的姿态, 面对竞争。 我们了解了世上没有永远的胜利者, 过度竞争是盲目的随从, 以及佛陀的两点忠告, 闭上双眼观内心, 和睁开双眼看真相。 参与竞争自然少不了直面结果, 胜利或挫败。 如何获取内心的胜利呢? 如何摆脱挫败的伤痛? 我们来探讨竞争结果。 参与竞争自然少不了直面结果, 胜利或者挫败。 如何获取内心的胜利呢? 如何摆脱挫败的伤痛? 在佛教领域, 人与世界的相处方式分为四种用心, 分别是慈、悲、喜、舍。 慈是慈爱之心, 是希望别人过得开心幸福的用心。 这是一种无私的胸怀, 没有对回报的期待, 只是单纯的愿景。 慈爱之心不一定只发生在亲密关系上, 很多时候我们对陌生人 也会发出善意的正能量。 悲是悲悯之心, 痛苦着他人的痛苦, 与悲伤产生共鸣的用心。 当别人有了烦恼, 愿意倾听, 以同理心对待, 或者看到新闻中的天灾人祸产生怜悯。 喜是喜乐之心, 对喜悦欢乐形成共振的用心, 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情感。 比如在公园里看到孩子荡秋千, 不自觉扬起的微笑, 或者看到小猫小狗忍不住撸两下的满足, 都属于喜的范围。 舍是舍离之心, 也是中立心。 我们需要舍弃多余反应, 比如对过去的愤怒、 不安, 并且能及时捕捉心中的欲望, 并采取行动意志, 保持心灵中立, 避免左右摇摆。 任何人都有这四种用心, 与其说这是佛教思想, 不如说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普世态度。 但为什么我们常常感觉不到他人的存在呢? 因为我们习惯将自己放在首位, 过分看重自己的得失, 便失了慈爱之心。 当我们随心而为时, 就看不到别人的痛苦, 便失了悲悯之心。 当我们沉溺于琐事, 心灵得不到放空, 看不到生活美好的一面, 便失了喜乐之心。 而一旦我们走不出曾经的失败, 对未来又坠坠不安, 便失了舍离之心。 失掉四种用心, 过度追逐妄想, 人们就开始迷失自我, 忘去了本来该有的生活方式和良好心态。 为此, 佛陀不断告诫世人要开悟, 从慈悲喜舍中汲取能量。 慈爱之心赐予我们奉献于无私, 悲悯之心让我们学会体谅, 停止伤害。 喜乐之心赐予幸福和满足, 舍离之心让我们从欲望中解脱。 将四种用心作为人生目标, 才能让我们即使身处竞争环境, 仍能远离竞争烦恼, 找回自我。 每一个投身竞争中的人, 都为了胜利拼尽全力, 除了自我满足, 还能给别人带来幸福, 这样的求圣心理, 佛教并不会否定。 但佛教提醒人们, 取胜的第一步是摆脱外界的评判, 获取内心的胜利, 而想要达成这个目的, 需要克服五种人生障碍。 第一种障碍是追求快感的心, 网络,美食,电影, 各种感官刺激, 无一不吸引着内心, 让人欲罢不能, 这可以理解, 但若只追求及时行乐, 而忽视工作和生活, 那就会得不偿失, 阻断人生的道路。 第二种障碍是愤怒, 被这种情绪笼罩下的时候, 会变身小恶魔, 张牙舞爪, 歇斯底里, 毫无理智可言。 佛教不认同愤怒可以转化为动力这种说辞, 相反的, 佛教认为心平气和的努力, 付出, 才会有更好的成效。 第三种障碍是无精打采, 有人会把自己慵懒散漫的状态, 当作佛系境界, 其实是给自己的不思进取度了一层黄金。 没有精气神, 说明内心没有坚定的信念, 缺少努力的内在燃料。 第四种障碍是浮躁, 主要表现为内心杂念过多, 无法尽心凝气完成当前工作, 这种情况极为常见, 而多是外部刺激造成的。 佛陀建议要加强内观修炼, 散步、修缠和冥想都是不错的方法。 第五种障碍是怀疑, 对自己和他人的现在和未来产生担忧等消极情绪, 深陷怀疑的人就好像蒙着眼睛走路, 撞了南墙也不肯回头。 虽然我们都知道, 这五种障碍自带满满负能量, 但好像总也克制不住。 当我们置身这些情绪的时候, 又会觉得自己人生失去希望, 从而更加讨厌自己。 所以要想跳出这个循环怪圈, 就要接受佛陀的建议。 首先, 避免细微的反应。 无法集中精力, 很容易受到外界刺激的状态, 就是细微反应。 佛教上称之为泄气, 适当的享受当然没有问题, 但明确目标之后, 最好还是管住自己点开网页的手。 其次, 找寻快乐。 快乐的时候, 无所事事的状态会一扫而空, 整个人焕然一新, 充满了干劲。 只有积极地享受工作, 主动做出快乐的反应, 并意识到自己很快乐, 从而强化这种感受, 就能源源不断泡在快乐的蜜罐里。 对胜利的渴求越强烈, 失败的挫折感和痛苦就会越明显, 如果把这个挫折感拆分, 就会发现这里面包含两种情绪, 现在进行式的极度和过去式的自卑。 为什么别人这么出色? 基于这样的想法, 极度率先登场, 随后转变成自己却一事无成的自卑。 这些滋味虽然很难受, 但其本质就是两种偏执。 一是偏执地希望得到他人认可, 这是承认欲在作祟。 二是偏执地认为, 受到认可的那个人特别碍眼, 会莫名将自己的怒火转移到别人身上去。 而想要摆脱这样糟糕的感受, 最简单,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把视线从他人身上抽回来, 只关注自己的状态。 夏之是全职太太, 她每天有忙不完的家务和操不尽的心。 参加同学聚会后, 她猛然发现, 当年条件不如她的英子, 竟然嫁入豪门成了阔太太, 随手一条手链都顶得上夏之几个月的生活费。 夏之心里失衡了, 她首先怀疑英子的豪门是伪装的, 所以她暗暗跟踪过英子, 直到看见豪车豪宅才解除了怀疑, 然后陷入不甘心的状态。 上学的时候, 英子无论从成绩, 相貌,家事等等方面考量, 无一比地过夏之, 凭什么这么普通的人能拥有这么好的运气? 夏之越想越难受, 就总是对丈夫无故发火, 同时又希望英子被富豪丈夫抛弃。 直到孩子的一句话, 才让英子意识到自己被心魔附了体。 孩子感受到家庭气氛越来越紧张, 害怕地哭着说, 你不是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一直很温柔。 无谓的竞争, 引起的嫉妒和自卑, 让夏之变成了怒火发射器, 既烧伤了自己, 也祸害了家庭。 佛教中有种思维叫自观, 意为看清自己的脚下, 把能够做到的事情都完成了, 让那些偏执转为对是否还有其他值得尝试的事情的思考。 只有这样, 不断聚焦自身和当下, 才能把注意力放在提升自我, 推进工作和改善生活的方面。 当正视内心, 看到了自己的务实和改变, 挫败感会自然解除, 整颗心方能享受努力的全过程。 我们了解了佛教领域的四种用心, 获取内心的胜利需要克服的五种障碍, 以及用自观方法摆脱挫折感。 提到佛系生活, 总会联想到云淡风轻, 岁月静好这样的词汇, 难道圆满人生就是没有烦恼吗? 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解脱呢? 我们来探讨佛系人生。 提到佛系生活, 总会联想到云淡风轻, 岁月静好这样的词汇, 难道圆满人生就是没有烦恼吗? 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解脱呢? 人生曲折数十年, 总会有失忆和烦恼, 于是很多人寄希望于佛教的力量, 希望佛系两个字能带领自己超脱凡事, 找到人生净土。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佛陀说, 摆脱苦恼并不是脱离社会, 放弃人生这样的消极的努力方向, 而是正是每个人都活在事与愿违的苦痛之中。 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有这样的对话, 小女孩马蒂尔达问杀手莱昂, 人生总是这么痛苦吗? 还是只有小时候是这样? 莱昂思考后郑重地回答, 总是如此的。 佛陀虽然有大智慧, 但也有过烦恼。 佛陀出家之前叫乔达摩, 是王族的子嗣, 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这已经足够让旁人羡慕, 但达摩却逐渐对宫廷空虚的生活产生了厌倦。 世人追求欲望快感, 执着于未曾得到的幸福, 在悔恨中迎来生命的尽头。 于是乔达摩陷入思考, 如果人生的终点将失去一切, 那么现在究竟为什么要活在这世上呢? 这种极端想法的洞察力, 让达摩从悲观的现实中, 找寻到新的出路, 他认为对永恒的奢望是痛苦的源头。 我们执着于健康、财富、地位、学历、 他人羡慕的眼光, 将俗世的价值观作为人生方向, 并滋滋不殆地追求。 而这些外界价值, 在佛陀的眼里并不是真实存在, 而是源自人心。 谈经中云, 时有风吹翻动, 一僧曰风动, 一僧曰翻动, 议论不已。 慧能静曰, 风飞动, 飞翻动, 忍者心动。 所以, 摒弃浮躁的内心, 对待未来, 不消极, 不憧憬, 重视现在, 脚踏实地, 这样的心境, 才是通往幸福的通道。 正如汪国珍的诗句, 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 只要热爱生命,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佛教徒在归一佛门时, 会依照三归一文进行宣誓, 其中有一句话叫做, 我将遵循达摩度过此生。 我们总认为, 归一局限于剔度的宗教礼仪, 但其实归一的本质, 就是不断用正确的生活方式, 去强化自己的内心, 达成自我约定。 即使是身处俗世的我们, 也需要通过归一的契机, 寻找心灵的避风港。 何为正确的生活方式呢? 佛教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即正见, 清静行和四种用心。 所谓正见, 是首先,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避免多余的心理反应, 客观全面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 其次是清静行, 是杜绝, 贪, 撑, 吃, 保持一颗清澈, 干净的内心。 最后用慈悲, 喜, 舍四种用心, 善待旁人, 祈祷他们获得幸福。 这样, 您有光明, 世界不在黑暗的生活状态, 不应该仅仅作为宗教的修行方式, 其代表的佛系人生更应该被广泛推崇。 除了正确的生活方式, 心灵的避风港还包括一个因素, 自身。 简单来说, 就是天助自助者。 也许此刻的你正处于无休止的加班之中, 内心满满的疲惫感, 或者与爱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满腔怒火继而演变为无力的悲伤, 更或者, 你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故, 整个人陷入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漩涡。 你走在路上, 看到不理匆匆的路人, 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 孤身一人, 没有依靠。 这种状态下, 你急于希望有人能救赎自己, 于是开始寄托于不可靠的幻想。 但佛陀却告诫我们, 所有我们以为可以依靠的幻想, 实际上并不存在, 而真正能帮助我们跨越痛苦的, 只有我们自己。 真正的人生是归去来的重复, 我们必须闭目感知自己的呼吸, 回归自己的内心, 进而降落在现实生活中, 才能寻得圆满人生。 虎哥的生命轨迹被一场车祸改变了, 本是靠脸吃饭的偶像, 一时间变成了出演美超风不用化妆的模样。 此外, 好友兼经纪人在车祸中丧生, 这对虎哥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他为此消沉过。 后来, 出演不用在乎形象的反派时, 摆脱了造型的束缚, 虎哥反而演得如鱼得水, 他忽而意识到, 不能让疤痕成为一辈子的紧箍咒, 从此不做明星, 只当演员。 伴随着神话, 伪装者, 狼牙榜的大伙, 红透了的虎哥去选择了用读书, 演话剧和思考来沉淀自己。 他在微博中写道, 回不去的容颜, 求不来的蜕变, 苦难的降临并没有打垮他, 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虎哥为世界打磨出了最好的作品, 就是他自己。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很多负面情绪会爬上心头, 支配我们的头脑, 让我们陷入苦恼。 在佛教来看, 痛苦的产生多半是偏执在兴风作浪, 就好像内心有根绳子, 牵引着我们走向一个又一个死胡同。 要躲开盲目的状态, 就要学会用正确的生活方式, 日复一日坚持下去, 走上了人生的康庄正道, 只要心有正道, 即使有脆弱烦恼的时候, 也能远离各种迷惑, 重新找回安宁与解脱。 在设计出版界有一位大师, 叫朱迎春, 他设计的书, 多次荣获世界最美的书, 而这一切的功劳, 源于他的一颗慢心。 朱迎春一开始是按照快节奏来生活, 他教画画, 做美术编辑, 图书设计, 为了留在大城市, 几乎每天睡在办公室, 比任何人都贫。 为了追求金钱, 地位, 朱迎春走路带风, 连跌到骨折都不自知, 但是这样的日子, 却并没有带给他快乐。 被迫慢下来之后, 他发现了生活中难以捕捉的美好, 他改造非旧工厂, 开辟一片菜园, 看书喝茶谈行发呆, 看似无所事事, 却激发出源源不断的灵感。 后来他开始观察昆虫, 一呆一下午, 用四年的精力, 磨出了一本只有昆虫的书, 叫《虫子旁》。 朱迎春在书中写道, 在观察虫子的过程中, 看到他们为了一粒米, 一个粪球而大打出手, 甚至杀戮, 自己争强好胜的心就能静下来, 虫子是我的镜子。 把365天活成365种样子, 朱迎春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正道。 当然, 面对人事的纷纷扰扰, 每个人的正道都不尽相同, 而超脱也不是机械的沉中木骨, 而应该是拥有不被外界支配的幸福圣域, 就如朱迎春一般, 一个书衣房承载了他的人生。 当心有归处, 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快乐, 才不视为真正的佛系人生。 今天我们了解了, 要想找到心灵的避风港, 就是把希望寄予自身, 同时坚持正确的生活方式, 脚踏实地地走在这条正道上, 最终收获人生的终极解脱。 人生始终于痛苦相伴, 但痛苦本身并不会无故消失, 只有掌握佛陀的智慧, 学会正确的理解方式, 避免心灵的多余反应, 不因为负面情绪痛苦, 不在意他人的眼光, 改掉争强好胜的性格, 遵从内心的方向, 才能实现远离痛苦, 收获佛系的人生。 草地龙顺的佛系, 如何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已经阅读完毕, 你找到自己的佛系人生了吗? 苦恼的内心变得平静, 才能体会人生的圆满。 你是否有过内心安静的时刻? 当时你得出了什么感悟? 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明天见, 晚安。